譬如說現在這幾間公司 就申請由美國紐交所退市 在香港做一個主要上市的市場 未來都預期 他們譬如有一些集資的行動等等 都會在香港進行 對港交所又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利好 這些都是大行社對港交所 有一些很核心的利好因素 這個事實上一定是有利好作用 但很多時候對於投資者來說 特別對於三妹來說 很多時候就是說利好升 一定不會升 一個問題就是一堆中概股 未來要退市 你不是星期五才知道 他們不會是星期五發現這些AIDR退市 有些資金會覺得很意外 未來會有很多中概股商量 所以我今天要去買港交所一定不會 相反地這個利好作用就是支持港交所 為什麼現在的市況這麼低 為什麼大市成交這麼低 港交所的股價還有350元 還可以做到大約是35倍PE 最主要原因 所以這個是一個利好因素 但是偏長線 而在股價上面已經反映了很大部份 相反地我們覺得你最要小心 或者投資者最容易忽略 就是之前說的那個問題 退市 好多是一堆股份回來 但代不代表那堆股份回到香港之後 第一方面有這麼高的股值 第二份 交頭狀況 是不是代表真的會增加了 其實未必的 真的有很多資金 可能本身只是想著去投資美股 當他們回到來的時候 他們就不投資那些股份 所以最終港股的狀況 只不過就是糖水滾糖 可以多加幾條魚進去 實際上整個水上面沒有多了 當然你多放幾條魚進去魚缸上面 水面就好像會浮起了一樣 所以問題就是 如果你因為這個因素來炒港交所 就更加之危險 如果市況的成交繼續低米的情況下 那港交所就有條件 進行一個深一點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有興趣購買港交所的話 起碼300元哪些位置才去出售 短線來說我覺得 通常港交所你容易賺錢 買完就很舒服 大牛市才會發生的 或者總之在一些牛市period 港股就應該都 還有一段時間都未會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購買港交所 怎麼都是抵這位置才出售 警察就要用上傳送到商店 你甚麼都沒人 你 我